字幕 李宗盛 degrees лись 今天我帶大家去到香港最美麗的地方 龍脊 究竟有多美麗呢? 今天我們要走的路線是龍脊 長度大約是8.5公里 時間是3小時 難度大約是2升 我們先去圖哨技環 乘搭9號巴士在土地灣下車 站後就會見到整澳道的路牌 既然現場的環境來看 都覺得蠻漂亮 事關有樹有海 只是新樹起點已經好奇多了 好了 我們出發了 首先要走樓梯 不過幸好也有樹蔭 因為今天真的很曬 嘩好像去了 竹林深處人家 以前大家有沒有讀過這篇貨文 竹林深處人家 哎呀 不小心暴露了我的年齡 走過樓梯就會去到一片沙地 話說話 為什麼前面這麼多人 原來已經去到第一角 可以看到海景的景點 不少人都忍不住打第一張卡才走 而繼續向前走 還有很多驚喜 嘩 繼續走走 真的有車泡 雖然曬但繼續走 真的有海景 開始明白為什麼 是這個最美麗的地方 也知道其實它是 被譽為這個 市區裡面最美麗的行山景 香港最美麗的行山景 真的很多美麗 那我現在去到一個路牌 就是O島和龍姐 那我們就去龍姐 路牌就說還有四分三公里 走過小路和一連串的樓梯 暫時都不覺得辛苦 不過你們看不看到 陽光多麼猛烈 真的要露一露啊 前面好像有觀景台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觀景台了 這裡真的有很多海景 豪宅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嘩 真的好美 不過今天真的熱了一點 陽光普照 又吃完一輪之後 就來到一段石頭路 再走過一段沙路 又見到路牌了 好快就又有休息的地方 好快就去佛屏休息一下 看到有個龍的標誌 上面也有紙紙牌 然後跟著這個紙紙牌 然後跟著這個紙紙牌 就可以去龍石了 然後跟著小朋友向前陷 又是一個打卡位 你看我身後面的景色 多漂亮 大家看看 好大風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這裡 真的太曬了 有些人還會在這片山崗上 坐下休息 從一邊飽浪景色 之後我們就接到去行山徑 繼續一直行 我慢慢就發現 為什麼這裡是最美麗的行山徑 因為沿著小路一直行 都會見到超高質的景色 之後我們就去打爛情頂山 也是石澳半島的最高峰 海拔284公尺 可以俯瞰到整個石澳地區的風光 向著大潭峽的方向一直行 就是龍石觀景台 這裏都是一個很好的觀賞點 來的 在這裏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上班 那這裏都是一塊的 也要做到 最後一位 在這裏都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有很多水 在這裏都是一塊的 有很多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赏完美景之后,我和摄影师就开始离开龙脊啦! 最大的感受是…… 好像没有闪闪的 真的有这种感觉,好像很轻松 的确,龙脊这个名字好像很高难度那样 但相对简单,亦都是家长们很喜欢带小朋友走的行山径 离开的时候,一只广主大谭峡的指示牌走 直到见到沿楼梯往城奥小旗幻巴士站指示牌 跟着指示牌离开就可以啦!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分享这条影片,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然后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之后一有新片的话,就大家时间通知你啦! 还要记得follow我的IG,like我的Facebook 下集三细行,再见啦!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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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